靠谱之人必有迹象,真正靠谱的人往往都有这几种特征,遇见了请珍惜,相信很多看过西游记的朋友都知道,唐僧师徒一路西行总是挑着一个担子,于是很多人感到好奇,里面装了些啥东西,是不是麻将哈,刚好四个人刚好凑足一桌,那有没有麻将就不清楚了,但里面有一样东西特别重要,那就是通关文碟,这个通关文碟在路过每个国家的时候都要拿出来,请沿途的国王给盖个章, 盗换捣换,相当于现在的护照,同时也是唐僧师徒一路脚踏实地取回真经最好的证明,为了这通关文碟,唐僧师徒可没少费劲,要么帮人想要除魔,要么就是好话说尽,可谓是历经了千难万祖,才求得真经,也就是说,他们的成功,离不开其他人的青囊相助,正如卡奈基所说,专业知识在一个人成功中的作用只占15%,而其余的85%则取决于人际功能。 只有人际关系发展和谐,成功之路才会畅通无阻,优质的人际关系离不开好人品的加持,你若做人靠谱,自会赢得他人信赖,值得他人以命相托。 作家持力说过,靠谱,说起来简单,落下去复杂,听起来像感觉,做起来是原则,一般来说,靠谱的人有以下几个特征,拥有越多,越值得深交,学习有价值的国学,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,说话留得。 华盛顿说过,一定要信守承诺,不要去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。 这是在告诉我们,为了达到目的而轻易许诺别人,结果却不能如约履行,急易失去他人的信任,甚至会为自己带来祸患。 公元前408年,魏国与中山国开战,中山国因国力衰弱,无法与之抗衡。 正巧魏国战将岳阳的儿子乐书,移民在中山国做官,于是中山国军就想利用乐书与魏国的关系,一再让乐书请求魏国宽限工程的时间,并说一定会答应对方提出的条件。 岳阳为了减少两国百姓的灾难,数次答应中山国军提出的要求,到了中山国军对魏国履行承诺的这一天,中山国军却当起了甩手掌柜,在这期间,中山国百姓也看清了他们的君主是一个怎样的人。 三个月后,岳阳被迫发兵进攻,失去了百姓支持的中山国军,开战击败,古人常说,均无戏言。 话说太满,斩断的是自己的后路,言而有信,才是凝聚人心最好走的捷径,只有人心起,泰山才能移。 历史上著名的同叶封地正恰如其分地阐释了这个道理,西周时期,年幼的周成王,给弟弟送了一片用树叶雕刻的玉龟,并承诺他,要分封一块土地给他,周成王的叔父见成王迟迟为兑现承诺,便换上礼服,赶到宫中严厉教育道,世间不管是谁,都要以诚信为本。 作为天子,对自己的亲弟弟都言而无信,如何让天下百姓都信任你呢,听完叔父的话。 成王深感惭愧,立即下诏,将堂弟册封给弟弟,有句话说一言九鼎中千秋,一味对他人开空头支票,除了能带来他人对自己的鄙视之外,更多的是失望和悲哀,人都不傻,一时的谎言,或许能把人哄高兴一时,但却欺骗不了一事,对于做不到的事,量力而行,千万不能擅自夸下海口。 与其到最后成为不守承诺的人,倒不如一开始不答应,一旦对他人许了诺,就要尽力做好,如此才能广结善缘,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回报。 做事留心,有研究指出,一个问题中百分之九十八的成分,都是由粗心大意造成。 如果不把小问题扼杀在摇篮里,便会出现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。 一本杂志曾刊登过这么一个故事,一艘巴西的环大西洋号海轮在一片海矿极好的地方凭空消失,21名船员犹如人间蒸发。 当运输公司的救援船到达出事地点时,发现平静的海面上只有一个救生电台,有节奏地发着求救信号,电台下面绑着一个密封的瓶子,里面有张纸条,纸条里布满了21种笔记内容,每种笔记都是船员们在生前的反思。 有发现消防设施秀石,抱有侥幸心理的,有发现消防探头连续报警象征性处理的,也有发现跳闸未查明原因的,最后是船长麦特总结的话,当发现火灾的时候,汤姆的房间已经被烧穿,他们没法控制火情,导致火越烧越大,直到吞噬了整条船,他们每个人都犯了一点错误,最终酿成了船毁人亡的大错。 可见,细节不仅是能决定成败,有时还能决定人的生死,值得以命相托的人都是行事一丝不苟的人,也是生命中的贵人。 几天前,27岁的小王感到胸痛的厉害。 于是独自去到医院就诊,在做了一系列的检查之后,被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,然而处于高危状态的他并不自知,但此时小王已经离开了,心系的女医生赶紧连打好几通电话说服他回来, 就在小王刚踏进急诊室,还未来的急服下急救药,就促然再倒在地,女医生健壮,立刻对小王进行抢救。 终于在医生们的救治下,小王转危为安。 如果女医生当时对小王的离开,视若无睹,又或是在他再倒在地的时候敷衍了之,故事或许就是另外一个结局,寒妃子,玉老,有言。 千丈之堤,以蝼蚁之学愧,白尺之士,以突袭之烟坟,任何小错误放任不管。 亦有可能变成致命的失误,任何一件小事做到极致,也有可能变成改变命运的一件大事。 真正靠得住的人,闲时糊涂做人,忙时认真做事,认真是一种态度,更是一种责任,值得他人青睐,容易走得更远,学习有价值的国学。 但是,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,做人流露,诗经有云,投我以木桃,抱之以穷瑶。 意思是,你对我好,我对你更好,普通朋友之间尚且如此。 倘若胸怀宽广,对对手也能投以木桃,那你的对手一定会心怀感激,视你为恩人,日后找到机会便会报答你,给予你帮助,让你获得更大的成功。 有一位叫卡尔的卖砖商人,由于生意太好,而遭到竞争对手的攻击,对方在他经销区域内定期走访建筑师与承包商,告诉他们,卡尔的公司不可靠,砖块的质量不好,生意即将面临失业。 一开始,卡尔对对手的言论不以为然,没想到,对手的言论负面影响实在太大,直接让卡尔失去了一份25万块砖的订单生意。 人非圣贤,平白无故损失这么多订单,说不生气那也是假的,好在卡尔一直紧记着牧师的一句忠告,要不是给那些故意难为你的人。 所以他很快平复了心情,后来,卡尔经营多年的一位老顾客需要一批砖,而砖的型号只有竞争对手的公司才有,左右为难之后,卡尔毅然决定不计前嫌,把这单生意介绍给了对手。 结果,竞争对手对卡尔感激涕零,不但停止了散播有关他的谣言,还把一些适合的生意转给他做,瞬间从昔日的竞争对手升级成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。 所以啊,面对伤害过我们的人,打击报复只会激化矛盾,为自己埋下祸根,而宽容善待他们,在赢得了对方有益的同时,也为自己找到了强有力的靠山。 春秋时期,齐桓公在外逃亡的时候,被管仲带兵射杀,好在齐桓公假死逃过一劫,齐桓公即位后并没有治管仲的罪,而是听从报书牙的建议,任命管仲为宰相,让他管理国政,在管仲一系列的改革整顿下,齐国大开铁矿,多治农具,日渐强盛了起来,直至后来推出实施尊王攘仪,称霸中原,很喜欢的一句话。 爱出者爱反,浮王者浮来。 爱人如爱己,心宽一尺,路宽一丈,今日你给他人一个台阶下,他日对方定会为你架起一座桥,一个人能取得多大成就,不在于他做了多少事,而在于他心里容下了多少人。 你把别人放心上,对方才会对你仗义相帮,当你时常以德抱怨,善待他人,人脉才会越来越广,道路才会越走越宽,好运才会与你常伴。 处事首时间,生活中,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人,上班总要迟到几分钟,约会总要晚来一会儿,开会总要多说几点。 只要自己心情好,时间早晚,都没关系,遵守时间,看起来是件小事,因为毕竟我们都是普通人,都没有日理万机的重任,不需要争分夺秒。 但是,首诗绝对不是一件小事,他能看出一个人做人做事的原则,也能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走向。 李淑彤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,与欧阳于倩因共同创立春柳社而结下深厚的友谊。 有一次,李淑彤约欧阳于倩早晨八点见面,因为两人相距较远,等欧阳于倩赶到时,已经超过了八点。 欧阳于倩把名片递进去后,李淑彤打开楼窗说,你迟到了五分钟,我现在没功夫了,改天再约吧。 说完他一点头,关了窗,欧阳于倩知道他的脾气,只好转头就走。 生活中,一些人不遵守时间的一个原因,就是不守时的成本太低了。 李淑彤与欧阳于倩,不会因为一两次迟到就不再是朋友,这属于朋友间的包容。 但是,长远来看,一个总迟到的人,会将他人的信任感慢慢消磨掉。 一个总脱稿的作者,编辑会渐渐失去合作信心,一个自己玩嗨了就不顾别人时间宝贵的人,会毁掉周围人的交往耐心,人生匆匆。 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,守时,越来越成为一种个人必备修养。 一个时刻遵实守诺的人,更容易使人信赖,开启成功之门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